因为他在学校里有一个组织一个篮球的打的一个小组打篮球的 他有点喜欢的 所以呢他就双十二或者双十一呢 想买双鞋这么想便宜一点的 然后他说在网上那一个平台里面可以便宜一个200块钱左右吧 姚女士提供了当时的购买记录 可以看到他儿子花了799块钱买了一双耐克篮球鞋 姚女士说鞋子收到之后他发现有问题 到货了以后就马上试穿的 试穿了以后其实路眼看得出了有点不一样 然后试穿了以后一只鞋子能穿紧 一只鞋子是穿不进 但是揉进去的 姚女士的儿子今年16岁 独高一身高有1米82 买的鞋是43码 记者是42.5码的脚 现场试穿 左脚很合适右脚却很挤 姚女士找来一根皮尺量了两只鞋的长度 可以看到右脚鞋子的长度是31厘米不到 左脚是32厘米多 两只鞋相差了1厘米多 可鞋舌上显示 两只鞋都是43码 当天就跟客服沟通了 然后他跟我这样说 他说他这个平台上面 他说已经描述了 是这个鞋子大小不一带 他说不能退化 只能挂寿和寄寿 然后 比如说你让你转手再卖给别人 对对对 就是让我转手卖给别人 记者通过当时的购物记录 找到了客服说的产品描述 上面写着 无合盖必标鞋 左右鞋长短不一 左右鞋边做工瑕疵 他还没有分辨那种能力了 还没有那种 我觉得我的权益要维护这种 但是我们知道 你这双鞋子买来了 他们没法反抗 我们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说我一直坚持着 我说我不记受我不挂 我也不挂 不挂在那里买 然后他说 那你不记受 那你也不挂在那里买 那只能收藏 那我就不要叫他打电话来了 记者把情况反馈给了95分平台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 用户之前联系过客服 也通过湖州当地的销保委投诉过 该商品由于本身确认有瑕疵 并在出售页面明确告知 所以用户反应的大小问题 不符合退货条件 但考虑到购买者是未成年人 经过沟通可以做退货处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